本台消息 3月21日14时48分许 江苏 盐城市 祥水县 陈家港镇 添加仪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储罐发生爆炸事故 并且波及周边16家企业 经全力处置 现场明火已被扑灭 空气污染物质标在许可范围内 截至目前 事故已经造成47人死亡 90人重伤 另有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之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政府国外访问途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抢检救援 搜救被困人员 及时救助伤员 做好善后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要加强监测预警 防控发生环境污染 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加强舆情引导 习近平强调 近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各地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